到这把年纪的 不想有这个事那事的人 因为精力不行 你有负担到时候之后吧 私事也大了 再找个后半生找个老伴 这个事那时实在是承受不了 因为我妈之后那时候 那腿那个啥子 熬得精疲力尽 你说不操心不费力 哎呀 简直就是崩溃了 所以我在找老伴的时候 在这方面我都得考虑 老年相亲奇葩好笑事 动动发财的小手指 贬赞关注乐呵呵 更多有趣精彩视频等着你 看大妈这意思 不想给自己找娃发 大妈你可真撒光 阿姨 我来了 阿姨 阿姨最近都忙啥了 参加活动呢 啥活动啊 参加老年的时装摩托队 我们每年到外地演出 去年到厦门 今年5月份说到云南 啊 还去外地演出呢 对 那一米摩托队像你 就是都是你这个身高吧 是不是得一米七十多啊 对 基本上都像五米高 真好 大高个儿 老乡 今天相亲的是魏大妈 63岁 丧好 月收入2300元 有住房 有一个女儿已婚 大妈是老年时装摩托队的 自己还有知理名言 那就是活出自己走出精彩 整天琢磨的都是咋能过的开心 所以经常的老姐妹 旅游唱歌走摩托步 哎呀 这小日子过得可真充实啊 一棍上有照片啊 对对对 这都是出去旅游啊 这是五月份的不上云南演出吗 就是喜欢旅游 喜欢出去玩 对 喜欢出去演出 喜欢出去爱运动嘛 那阿姨像你们 就这样 这种经常出去演出的 漂亮裙子 是不是特别多呀 都是喜欢 那我看看吧 一棍里边有多少 漂漂衣服 哇这么多呀 这一般的就长裙呢 都是长裙哈 长裙反正裙子也有 瞧瞧咱大妈这一跪 把咱红娘都羡慕坏了 丑那不正气的样 大妈爱美 哎打扮得尽 可别提多开心了 但大妈说 之前可不是这样生活 老伴去世后才开始的 发现说她石头癌 就是晚期了之后 像那一块大石头鸭 你后背喘着气啊 成天之后 我就是心情爱 闷闷不乐的 每天哪呀 心情爱 一点都不好 还得刺痛她 照顾她 一天24小时都不理她 谁都不行 我走 让她走 什么时候 她都不要了 接受不了 所以你要忠诚着看着人在身边 对 能让美丽那种感觉 对 接受不了 平时我们都是安安安的 她没了之后吧 也送到长沟了 我天天 一个礼拜去了好几次啊 去的时候之后到长沟 坐车去 回来走都回来 不过有时候我们到公园 我要到公园留着之后呢 都是我俩走过的地方 所以也会出境生情的 对 到那儿有时候她 一般呢 她好到公园 坐哪个地方 到那儿 我也坐那会儿 苦一会儿 反正就回来了 我说这一天 也不能说总的这样 是找个事干的 对 咱得找点事干 对 行行的我就跑 就升老街大学 我去报个名 报个名呢 因为我喜欢这个时装模特嘛 我说报个名之后 就是一周去到那活动 就有个寄托 有个营生干的 逐渐的就是环节环节 现如今大马 还慢慢走出了伤痛 但是每天在外面挺热呢 可是一回到家 大妈心还是空落落的 所以大妈也想身边有个 关心她呵护她的人 所以我找这个伴侣之后呢 必须得身体好的 家庭各方面的 这个男人有素质的 家庭条件比较好一点的 能直疼直热的 两个性格能合得上来的 我因为爱运动嘛 每天都徒步 我希望找另一半的跟我一样 出去到公园徒徒步啊 溜达溜达啊 我适当地可以出去 两人旅旅游 同心一合地度过晚年 我这是最大的幸福 大妈这些要求 今天相亲对象能满足大妈吗 相亲的是潘大人 70岁 丧傲 退休工资6000元 有住房 一个姑娘已结婚 别看大爷年卧花甲的人了 但这身体可是背棒 年轻时就喜欢运动 每天早上来个3000米 一口气爬五楼都不带喘的 我都喘了 你都喘了 就是你们技术都喘了 我已经奇怪了 每天都跑步 然后断着身体 所以身体一直很好 你这身体绝对比我强的 对 我不如您 那您开门吧 咱进屋 这刚进屋 红娘发现这屋咋那么干净 啥都没有呢 前期有一组 就是大洞都在沙瓦淘汰 电视淘汰了 屋里动全淘汰了 现在该处理都处理掉了 就对再取之人的尊重 这好像是新的 都是新的 这沙发没满的 沙发就是以后再娶了新人以后 按照新的要求再买一套沙发 自己想要面对新生活 过去的就过去了 但是把那份回忆 然后珍藏在心里那种 大爷和老伴相识相知相伴 将近40年 夫妻恩爱女儿孝顺 可好日子没过几年 老伴就因病去世 每当回忆往事 大爷仍然伤心不已 老伴在弥留之际 依旧放心补下大爷 这份爱大爷一直深藏在心里 即使现如今在找老伴 大爷也不自觉地跟前妻比较 我前妻比我小六岁 前妻比小六岁 但是再小不能小过一群 就60岁到65岁是最理想的了 身高呢 我身高1.80 找身高就最低1米65以上 我前妻1米70 前妻在离世之前 也跟我交代一对他了 他早早上午 离婚的把书设的方便 发生太多了 我觉得这些想法 在他有一宝带友 关于他的收入高低 他文化高低 大爷你可真行 直接整个替身呗 这真是挺狠 那么接下来二妹能如愿以偿吗 接着红娘便带着大妈 去见大爷了 这一见面 两人都觉得对方不错 人不错 人就是在各方面挺有素质的 身高吧不算太高 他有一米八 对呀有一米八呀 但是您的身高 一米八够用了 够用了 是不是啊 这个啥呢我俩还挺般配的 身高都够用 身材也可以 他一米七二 然后你一米八零 一米八零 其实这个身高还是挺匹配的 是不是啊 紧接着大爷介绍 关于房子的一切 便聊起妻子的事 大妈也是感同身受 在大爷大妈的心里 人在家就在 哪怕老伴中病卧床 感觉也是踏实的 可是一旦人不在了 那难受性也是不好受 另外啥呢 有时候到超市吧 买东西吧 俩儿吧 一日也确实不方便 我每次 最近不大啥事吧 一般零钱找完以后 基本就丢了 零零棒就没了 就丢 忙活着一忙 人一多一挤就忙了 以前我跟我一起 就在超市的时候 都俩人 一个交钱管账 一个管账 对互相有个照应 一个人咋的 真太难 没有个女人真不行吧 不行不行 男人没有女人不行 有女才成家嘛 不是吗 自己一个人和俩人 这不一样 你还得找个伙伴 因为年纪大了 你互相有伴 能互相能够照应 大妈想要的陪伴 可不仅仅在屋里 唠唠和说说话 大妈希望未来的老伴 能和自己有差不多的爱好 一起旅游 三步走模特步 可一听大妈这些要求 大爷犯难了 因为现在我母亲还在 有母亲在吧 因为现在我两个弟弟在户里 我母亲的 我也不能现在走太远 有时候就过去看一看 因为爸买买买东西 他也离不开 卧床了 卧床多长时间 卧床一年多 但是我母亲知力清楚 就年龄大了 93了 那你说这几个儿子 现在三个 我大弟弟和小弟弟照顾 我是老大 哦 他俩轮班照顾 对 他俩都在我们家家住 我妈那大房子 都在我们家家住 因为我大弟弟姐夫 在叔叔看孩子 到这把年纪 不想有这个事那事的 因为精力不行 你有负担到叔叔之后 你 四十时候也大了 再找个后半生 找个老伴 这个事那是实在是承受不了 因为啥 我妈之后那时候 那腿那个啥的 老得精疲力尽 你说不操心 不费力 哎呀 简直就是崩溃了 所以我在找 就是老伴叔在这方面 我都在考虑 我因为有点负担 因为都是这把年纪 我都经历过了 你既然我要主持到他家了 你说能不帮照老母亲 弟弟就进来老母亲 就是去世了 那你当大哥的 我当嫂子之后 那我毕严的那啥呀 那不没情没义了吗 到时候你要更有弟姐妹 就是讲话我是他老伴 那他也得咋看得我 要是没那情没那意 他就太有想法了 是不是 那毕严的之后 我嫁了他来之后 那他家有啥身份 我毕严得得去照顾去 那不能看热闹了 要说负担也是负担 要说不是负担也是负担 但你得经常关照一下 因为你是儿子 尽孝嘛 好几个儿端都得关系 都得尽孝 没事得过去看一看 因为护理女人是很艰难的问题 不是一般的事 一天两天 也不是一时的事 那如果找到另外一半了 那另外一半用跟着去护理吗 那倒不用 那倒不用 我正在不需要另外一半了 我弟弟也说了 跟我说哥哥不用再来了 不用再 但我每天我过去看看 每天我过去看看 所以应该进的线 因为啥呢 需要采购一些东西 我主动去帮忙买一买 因为他没时间 但是不是负担 不用我总去 都说七十有个妈 八十有个家 大爷觉得家人 不是负担而是幸福 但年迈的老母亲和 脑袋受过伤的弟弟 这让想过潇洒日子的大妈 有点犹豫了 可不仅仅这些 大爷还说了 还要照顾女儿的外孙女 这让大妈更加难以接受 家里边就是有孩子 必然得有老人替补 那你这才一年金等 后世我更得家里边 上这个课上那课 都得那个 专门有一个人去带的 用不着你天天去拍 但倒不用天天 有可能我女儿打电话 我得去 得接 有可能去 因为啥呢 家里没有人 没接呢 爸妈都上班 得接 但是我女儿尽量她一般不找我 都找公婆婆 公婆婆在这还好 公婆婆 但是公婆婆也不能总在 公婆沈阳 那得回沈阳 沈阳得留人 房间总空 对 现在就是公婆婆来换 沈阳一个长城一个来回到火 我这因为啥我都过来的 我现在我找 你现在过来了 我现在正在 熬呢 没到时候呢 干脆你想要出去干啥 你根本就没时间 那你现在想的就是享受人生了自己 我现在 玩乐 现在是真不理会的 因为我都过了这 这我都体验了 啥都体验了 大妈说了 自己尝过的苦 如今不想再走老路 只想潇洒走完后半生 随后两人相亲失败 但我想说 对于家人的爱 不是来赘 不必须解释和隐晦 当然了 大妈也是上有老下游小走过来的 毕竟为别人活了大半辈子 往后余生不想让自己太累 只想为自己活一次 行吧 那就祝愿二位 早日找到心意之人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